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說一宗突發意外 這宗意外聽起來也挺可怕的 有點像死神來了的感覺 挺恐怖的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這個上水的逃房 即是一個桃珠的房間 一個61歲的桃房主管 他在桃珠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意外 令他的刀不小心割傷自己的大腿的大動物 最後 送院的求醫的時候 中途不自身亡 因為失脫過多 為什麼會這樣呢? 跟大家說一下 這些逃珠的逃房 它有一個程序 在逃珠之前 它會是一個電魂 即是珠仙 怎樣電呢? 它會是一個電動的電珠槽 即是一個機械的操作 它就會電擊那隻珠的頸 應該是過三秒 它要確保三秒才可以確保那隻珠會被電魂 然後跟著才開始幫那隻珠割頸 放血等等 是一系列的操作 這個一來就是人道 因為很多人說不應該在它有意識的時候劏牠 二來就是安全 大家不要以為珠是一種很溫順的動物 珠是一種非常殘暴的肉食動物 不單是野豬 普通可以看到肉食的珠 其實都是很恐怖 會吃人肉 加上牠的體型非常強 但牠的腳 被牠踢一下 其實都很大 這些普通珠 最強的攻擊就不是撞過 雖然也是 但另一件事就是牠的腳 手 力都非常高 正常來說 61歲的逃房主管陶珠的時候 牠已經確保了 即是已經電了珠三秒 正常來說 程序就會幫牠割頸放血 但不知道為什麼珠是有珠王附體還是怎樣 即是符姬還是怎樣 珠突然間騷醒 發生了一個激烈的掙扎 這個時候珠體很大力地踢向死者 令死者不小心跌倒 即是向後跌倒 手上的刀很死不死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割傷自己的動物 大家知道 小時候看電視劇 我知道大腿有個大動物 一般來說 割傷的位置會大量失脫 所以我從小時候都很害怕 大腿受傷 這位61歲的男子 正正就是大腿大動物受傷 煞時間就鮮血大量湧出 這個時候 牠也有馬上去同事求助 即是大腿割傷等等 於是馬上叫白車 但非常不幸 在這個送院途中 因為失血過多而死亡 我相信可能當時 牠沒有人會急救 或者怎樣幫牠止血 否則 等到白車來 應該也很大問題 其實這些大腿 根據醫生說 如果你不及時止血不當的話 其實一分鐘就可以致命 所以非常危險 這件意外就很曲折離奇 首先就是不知為何一隻豬會騷成 第二就是剛巧踢到那個男人 那男人跌倒的時候 剛巧把刀割傷自己的要害 一般來說 巧合的機率是非常低的 就是發生這件不幸意外 我相信 其實現在要調查 就是為何一隻豬會騷成 到底有沒有按照程序 真是電了一隻豬的頸 超過三秒 還是機器出錯 還是人為出錯 我們就等到報告 今天就是講這件新聞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